如果未來您在使用這個OBS有一些其他問題 您可以從我們OneNote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OBS虛擬測驗盆應用的協助平台 我上面就是有把我的那些OBS使用上 有一些各位可能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的教訓影片教材我通通放在上面 所以您可以找到我上面有一叫OBS虛擬測驗這個開箱 您可以看到裡面我有分類包括人體的設定執行 然後下面還有媒體的來源 像我們剛剛提到這些顯示器擷取這裡都有 我就把這些您比較常見的問題就整理在上面 那麼您在這上面也可以看到我過去所有的這些教學 這樣售後服務應該可以接受嘛 現在老師很辛苦喔 還要提供售後服務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虛擬證背景的部分我會有擺在上面 所以其實今天的檔案裡面帶回去一樣還是可以看得到 還是可以看得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OBS的部分其實說真的比較不難 因為它主要就是錄影為主 它也沒有什麼剪接功能 所以您只要知道說你要哪個場景 那有沒有需要就是做一些就是那個 小技巧轉換的部分就好 那這裡有一個模式我跟您介紹一下 叫工作室模式 工作室模式 那什麼叫工作室模式 也就是說呢 像我禮拜一在上直播的時候 我是有休息時間的 直播沒有人不一定不能休息嘛 也要下課一下啊對不對 所以呢我其實有準備好幾個場景 就是這個是我比如說A場景 因為我兩門課 所以我準備了AB兩個場景 但是我還有準備個中場休息的場景 所以呢 工作室模式的好處就是 即使你不是雙螢幕 我今天好我現在這個上課中 那我要換到這個場景 我就按下這邊 等於我的左手邊 您現在看到我左手邊 這是我待會下一個要準備上課的 或是你要準備進行活動的 那右手邊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 您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做 叫做轉場特效 對不對 他預設是單入單出 預設是單入單出 所以我只要按一下 有沒有切換過去了 這時候就換右手邊上場了 然後呢原本的場景就退下來 所以可以用這種方式 你在這邊先做準備 準備好了 比如說等那個來賓啊 對不對齁 那等他準備好了 準備就緒了 所以你自己準備就緒了 我再把場景切到這邊來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有出錯的狀況 對不對 那你錄還是可以繼續錄 或者你要直播都可以 所以像我們這樣子 我要再跟同學交換一下 我們要回來了 眼睛打開這邊就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另外那邊 第四個場景 眼睛還在 所以我要把它關掉 這裡 再回來 眼睛打開 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還沒抓到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齁 所以這個地方 這裡我沒有夠 可以可以 回來 轉一下 這樣可以了 這樣我又回來了 所以這個是您可以做的一個小技巧 你知道它有一個叫做工作室模式 其實就在右下角 右下角這邊 您如果按了一下 就會進入工作室模式 再按一下就關起來 就等於變成兩個場景 您可以做切換 那麼 平常當然您就自己準備 需要上課的時候 我今天上這門課 我就進到這個虛擬場景 我今天上這門課 我就進到這個虛擬場景 是就自己虛擬場景 自己管理 你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我上課的時候還會 走錯教室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的